我们再来看看山西一位女干部被公示的简历 简历上显示此女子15岁就参加工作了 28岁当上乡长 而且还是本科学历 在网友强烈的质疑和围观之下 昨天这位女干部被免职了 看一下新华社记者的调查 在山西省临县政府网站上 安家庄乡党委书记曹丽的简历引人注目 简历显示 1993年15岁的曹丽开始参加工作 2002年曹丽进入乡政府系统 8年后担任乡党委书记 就在曹丽的简历在网上被疯狂转发之时 当地删除了曹丽的简历 当地政府部门解释说 曹丽实际上是在1996年7月 也就是她18岁时开始工作的 但是她的家人在1993年 就提前帮她办理了招工手续 为的是增加工领 有助于她以后的提拔和晋升职称 22号山西省林县县委决定 免去曹丽林县安家庄相当委书记职务 并提名免去曹丽乡人大主席职务 同时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